在俄罗斯总统普丁下令号召 30万预备役上战场之后 俄罗斯男子不想成为炮灰 急着逃离家园 出走的车潮绵延不绝 来不及逃的只能硬着头皮被送上战场 机舱内士兵们着好军装 一个挨着一个低着头 他们全是要被送往战事前线的俄罗斯新兵 还没上战场的预备役也好不到哪去 在军营里吃不饱 家属还必须隔着栏杆 亲自送上食物 原本是一场入侵乌克兰的战事 但俄罗斯的民众谁也没料到 这把火有一天竟然会烧向自己 小女孩哭得伤心 告诉被征召的爸爸一定要平安回家 让旁人听了相当的鼻酸 这场为了战事已经造成了两个国家 成千上万的家庭遭到撕裂 五个月前俄军猛轰亚速钢铁厂 24小时不间断 里头的乌克兰亚速士兵惨遭俘虏 其中一名亚速士兵撑了四个多月 在921-52换球大行动之后 幸运破释 但和过去相比 看若两人的模样 惨况令人震撼 因为伤势严重 没能及时就医 手臂骨头少了四公分 导致扭曲变形之外 骨架还清楚可见 会想起过去被服务的日子 这名亚速士兵直言 闭上眼的时刻 根本就忘了家人是谁 连国家都会忘记 还能反家与家人团圆 已经算是幸运 毕竟这场仗打了超过半年 双方伤亡惨重 胡丁却依旧没有松手的迹象 就怕继续打下去 动摇国本的征兵令 只会造成更多人民 毫无意义的亡死在沙沙 动摇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